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了湖南省宁乡县的灰汤镇 最有名的就是当地的灰汤温泉 您看连这镇名也是因此而得的 那这灰汤温泉出水温度可以达到89.5度 是我国三大高温复合温泉之一 当地人都有冬天泡温泉的习惯 不过这都不算什么新鲜事 因为我来这里听出了一个奇闻 就是当地的鸭子居然也爱泡温泉 您能相信吗 还真是怎么想都觉得很奇怪 所谓眼见为食 看来我还得亲自去看一看了 刘强 鸭子居然就在这里泡温泉的 鸭子呢 鸭子它没听我考虑的 我们一叫它就过来 它要考虑了 那您快叫吧 哇果然一喊就过来了 这鸭子呀我是看着了 可是您说这个温泉呢 就有待考证了 我可是个专业的农业记者 专门带来造劲碗 您看这是什么 哇温度计 对专门带来一个温度计 来测量一下这个水温 它到底有多少度啊 这个水温只有十四五度左右啊 那么这个温泉的标准 虽然各不相同 可是怎么也得达到 三十度以上才叫温泉吧 这真的是温泉吗 我们这个镇子都是温泉水域 罗玉林罗大哥 是当地的养鸭大户 听他介绍 这种爱泡温泉的鸭子 并不是养在温泉水中 而是泡在温泉水域一带的 池塘里长大的 那究竟什么才是温泉水域呢 温泉水域就是地下温泉呢 常年不断地冒去了以后啊 它最后进入地表水 地表水又进入池塘 进入农田 进入投氧 最后又飞成这个小链小鸡又流走 这样形成一个 常年不断的这样一个循环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地表水 池塘的水 稻田的水 以及投氧里面的温量元素 和这个地下温泉呢 应该说是相似的 飞汤镇这个养鸭啊 基本上都是在于飞汤镇这种水域里面进行的 这样的话这些伪量元素通过食物链 就进入到鸭子的身体里面去 就形成了一个地方的一个品种 据了解 因泉肺如汤滚 气汤如灰物而得名的灰汤温泉 水中富含着可供人体和动物吸收的 二十余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其中以个心锡尤其高于普通水塘 在灰汤镇独特水域中成长的鸭子 宁湘县县制中记载称之为灰汤鸭 那么这灰汤鸭与当地的普通水鸭相比 究竟有着哪些区别呢 我们不如抓一只来比较比较 您看啊 这一只进了屋的这个鸭子啊 这就属于龙中鸟 卷中鸭 手到勤来 别跑 就是你了 那我手里的这只就是普通的这个水鸭 您手里这个呢 这是灰汤鸭 对吧 对 那这个外表上其实差异就挺大的 这灰汤鸭的颜色整体还是比较浅一点 虽然身上有这种比较好看的麻点 但是比起普通的这个水鸭的话 它身上的麻点还是要少一些 而且啊 它跟咱们普通的这个水鸭比起来体型小 对对对 另外呢 就是这个灰的颜色 灰汤鸭的这个灰的颜色呢 有点发橙色这种颜色 然后这个水鸭的这个灰的颜色比较深一点 那么这个脚谱确实也是 咱们这灰汤鸭的脚谱呢 它摸起来就是特别的柔软很大 那除了外表这些不一样 它们还有什么区别吗 因为今天这个温泉水里面游泳吧 所以它的体积各方面都比 普通的水鸭要好一点 那怎么证明呢 那就拿来比一下呗 什么比啊 难道 拔一下河吧 拔一下啊 让它拔一下河 哦 这鸭子还能拔河呢 把它放在地下去赶 看哪一个鸭子 跟着哪一个鸭子跑 它个力量小的 它就会跟着那个力量大的吧 可得这个劲儿少了跑是吧 对 那这个拔河的方法还是挺科学的 那大家一起放一起放啊 我觉得我的鸭血手现在有点紧张 好的 这样好了 一二三 走 别看比赛中灰汤鸭个头不大 但力量与野性都胜过普通水鸭 这与水塘中富含促进骨骼生长 紧实肉质的个心息不无关系 而除此之外 不间断的锻炼与营养的补充 也是这其中的关键 每天早上九点起到傍晚五点 这些灰汤鸭都要来到温泉水域里 觅食泡澡做运动 结束后 鸭子们还要早早地回舍睡觉 趁着它们休息 刘畅悄悄地溜出来是要干嘛呢 这深更半夜的怎么偷偷摸摸地跟做贼一样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谁做贼了啊 你看我这大半夜的不睡觉 还在这工作 这干的可是正经事啊 小心点啊 这有台阶 有水啊 有水啊 水池小心点啊 这个水池啊 就是专门给这个灰汤鸭喂食的地方 我手里这些玉米啊 这都可是灰汤鸭的美味呢 可是为啥非要挑大碗上的才出来喂食呢 是啊 为什么呢 我们之所以这么碗的喂食呢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把那个玉米 放在这个温泉水里面泡一个晚上 那么到第二天 把这个玉米来喂鸭子的话 它那个里面就包含这个温泉水 那么温泉水里面那个微量染色 所以被那个鸭子吸收以后呢 那鸭子提的那个微量染色 也大大提高了 罗大哥养殖灰汤鸭五年来 养猪的鸭子品质高是出了名的 他一直坚持用经过温泉水浸泡后的粗粮来四味 按照一只鸭子 平均每天二两的进食量来计算 在长达130余天的养殖周期里 光养殖成本就高达35元 那如此富养而得的灰汤鸭鸭蛋 又是什么样的呢 您看原来灰汤鸭的鸭蛋就是这样的呀 它的这个外壳呀 和普通的鸭蛋是一样的 但是大小呢就不一样了 您看啊 它个头比较小 分量也轻 这个大小我觉得呀 就跟一个普通的鸡蛋差不多 不过说到底呀 这鸭蛋呀还是不能光看 还是得尝尝呀 大姐现在呀 要在他们家的厨房里边 做这个煎的这个灰汤鸭蛋 那说实话鸭蛋啊 我之前只见过这种 咸鸭蛋的吃法 这种煎的鸭蛋 我还是头一次见 不知道这个灰汤鸭蛋做出来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 哎呀您看这煎好的灰汤鸭蛋呀 色泽金黄 闻的特别香 赶紧尝一块吧 特别的好吃 其实这个味道啊 就挺像土鸡蛋的味道的 一点腥味都没有 这种感觉呀 就挺像是小的时候啊 我妈在厨房里做好饭 然后呢我就去偷偷吃一口 感觉好像在这种环境下吃 特别的香 罗大哥给我们算了一笔账 他目前养殖的灰汤鸭 有1.5万余 年初篮在8万余左右 光鸭蛋每年就能卖出近17吨 一枚灰汤鸭蛋2块钱 这样算下来 卖鸭蛋一年就能净赚12万元 而一只灰汤鸭 在市场上的售价是68元 按8万余初篮量算 年利润也高达50余万元 相比只能卖到30元左右 每只的普通水鸭 这灰汤鸭是不是物有所值呢 您看这是两只啊 同样都是四个半月左右的鸭子 这只呢是普通的水鸭 而这只啊就是灰汤鸭 咱们来称称它的重量 您看这个水鸭 它的重量大概是1.5公斤 咱们再来称一下这只灰汤鸭 这只灰汤鸭它的重量啊 正好是1公斤 所以呢 这两只鸭子啊 同样的月龄 这个重量啊 大概就差到了1斤左右了 那么用手摸起来 这个水鸭啊 非常的柔软 但是这个灰汤鸭摸起来呢 感觉它肉质啊特别紧实 而且呢 您看这个水鸭 它这个表皮颜色是这种 白铝透粉的这种肉色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但是这个灰汤鸭的颜色 居然是这种微微的有点发黄的 那么对比了这些外观的不同之处啊 这个肉质差异到底有多大呢 这边的色热 这边的色热对比 这边的色热明显也多一点 抓一下这边肉质收 这边肉质得紧一点 脂肪一多 你嚼到口面都是一股油的味 脂肪一少 给你感觉鸭子轰斗的都好一点 通过对比记者发现 灰汤鸭虽然物质生活待遇均占优势 却并没有飙肥体壮 反而比同月龄下普通水鸭的体重个头都差了不少 不过这营养也不是白补的 在鸭肉的较量上 灰汤鸭肉受温泉水中独特的矿物质影响 瘦肉率高 脂肪含量低 肌红蛋白多 而肉质红润 不过光看着哪能解馋呢 据说这灰汤鸭在当地的做法呀 还真有点讲究 为此刘畅决定去拜访一位高手 主厨王兴玲是当地制作灰汤鸭的行家 动起刀来绝不含骨 切块过水去腥 加上几枚姜片 再用砂锅温火慢炖两个小时 哎 这就出锅了 那我这趟呀 辗转呀 才找到这个王主厨 想学习做这个鸭汤的秘诀 可是就学了一趟下来 您看看 人家做这鸭汤啊 简直这步骤就太简单了 看来呀 这秘诀就在于这灰汤鸭了 这好的食材果然是很重要 现在我就尝尝这个灰汤鸭 造成有什么不一样的 一般来说啊 这个鸭子啊 它都有一种土腥气 但如果炖汤不放一些这种 胃重的东西遮住它呢 就比较难吃 但是您看这个汤啊 它确实只放了一些生姜 炖出来这个汤啊 一点腥味都没有 这个口感呢 非常的咸 我再来尝尝这个鸭肉 这个鸭肉这样看起来啊 肉比较瘦一些 然后皮也比较薄 肉吃起来也没有什么腥味 既没有这种生涩的味道 而且啊 特别的嫩滑 确实是挺好吃的 我鸭子整个好角 就是太少的 然后味道特别鲜 可以别的 这个鸭子非常香 很鲜 它没有这种新的味道 这个汤喝下去 从舌尖到心里 那种很自然的味道 让人难以忘怀 这价格的话 就是200多 这种无所谓 最好吃 无所谓 原来 这座灰汤鸭汤的讲究 就在于这食材本身 味美汤鲜的灰汤鸭汤 紧实筋道的灰汤鸭肉 香嫩可口的灰汤鸭蛋 作为很多饭店的招牌菜 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食客前往 这个鸭蛋可以炒着吃 卖腥味 也就两块钱一个 价格我还是比较可以接受的 灰汤鸭有好几种做法 都挺好吃的 比较鲜 然后也比较香 28块钱一只 真的好吃 加的时候 最后一放我们都不怎么去在乎它 随着灰汤鸭市场越来越红火 养鸭的农户们也从中获得了收益 目前我们灰汤鸭是有成立了专门的养责合作社 目前入社的社员是有200多家 带动的农户有1600多家农户 目前整个农乡年初农灰汤鸭是在120万余左右 农户年征收可以达到6万元 在农户们眼中 灰汤鸭是赚钱的宝贝 给他们带去了财富 而在这之外 由于灰汤鸭目前的养殖水域限制 养殖规模与市场还略显局限 目前灰汤温泉水的检测报告表明 灰汤温泉中含有6数亿种矿物质 依据这样的地理优势 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品种 所以目前我们的灰汤鸭的养殖 也仅仅居限在灰汤 以及附近的两三个象征 主要销售的话 就是一个冰鲜鸭的三鲜鸭为主 我们这个销售的话 目前在灰汤的这些温床酒店 然后人家乐 远一点的话就长沙 居州 楼底 这些地方交错 面对地域性的市场 灰汤鸭化身为当地的一张特色名片 在宁乡县全年近1000万游客 创造的90亿元旅游效益中 与灰汤温泉共生的灰汤鸭 就占据了1.5亿元的消费额 这也把灰汤鸭推向了更广阔的市场 一提到湖南 就不得不提到这里丰富的美食 大部分都是非常香辣过瘾的 像这个剁椒鱼头 口味虾 口味蛇 还有这个臭豆腐 数不胜数 您看我这次来还认识了宁乡的灰汤鸭 那么希望随着养殖规模不断的扩大 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了解和认识灰汤鸭 它也能够成为一道 宁阳天下代表湖南特色的美食 利用温泉水养鸭子 是因地制宜的一个典型范例 充分的利用了本地资源 开发出独特的农产品来 不仅能够获得较高的价值 而且也是一个很好的卖点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在条件不同的地方 这样的开发方式是不可复制的 关键是要找到它自己本地的资源优势 把它发挥出来 这才是借鉴别人经验的正道 好了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会 赏心悦目淘菊花 杯中阵放菊花茶 一屋大枣真心奇 一年居然收两茶 美人农金栏目明天播出 他们凶残可怕 号称恐怖杀手 他们身败剧毒 十几秒钟就可以是小鼠致死 却有人发现了赚钱的机会 记者调查 古文补鸟租的赚钱秘密 美人农金 12月26、27号连续播出 敬请期待 感谢观看